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半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次1.6.90版本的测服更新公告 首先呢 先说一下这个天赋 新天赋系统的事情啊 这个新天赋系统呢 下个版本呢 应该是播位上再制服的 然后 之前一直有粉丝问我啊 这个新天赋系统是不是要重新再攒一遍这个这个这个魔法之城啊 老的天赋是不是都没了 那当然不可能啦 用脚趾头用十二指肠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吧 之前呢 之前的公告 那个测误公告里面也写了 这数值并不是最终的数值 对吧 并不是一定是那么贵的 并且你换成新天赋系统之后 所有的魔法之城变成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新的那个天赋精华都是会全额返还的 好吧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不会说你养成了好几年的灰激天赋 我一夜给你赶光了 重新给你来掏心的 好吧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英雄改动 这个版本最重点的是这个娜娜 大家知道在上一个 在之前的一个测服版本里面 我们尝试对娜娜做了一个调整 叫做增加奥奇能的施法速度和响应时间 就是增加奥奇能的命中难 减少奥奇能命中难度嘛 但是他的持续时间从12秒砍到了5秒 但这个事儿呢 褒贬不一 有些玩家喜欢 有些玩家不喜欢 那和正式服的娜娜我们折了个钟 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依然保留娜娜保命及视野玩法 并且也保留命中敌人更加简单这个初衷 但是不想娜娜能依赖该技能毫无顾忌的压线 一技能是个平衡性削弱 就是现在体验服的伤害有点高 但比起正式服 这个一技能伤害还是比正式服要高的 然后二技能 莫琳娜的化身持续时间从5秒提到了30秒 但新增效果莫琳娜化身暴露在地方视野下将快速消失 也就是说你二技能如果要朝着人放的话 你打过去如果你没命中 那他就当场消失了 你不能靠着二技能就放在中路兵线旁边 搞得人家中路 没办法过来清线恶心的 但是你依然有一个自保或者视野玩法 你可以把这个二技能放在草丛里面 只要这个草丛是没有被暴露视野的 这个莫琳娜就可以待得比之前更久一点 那你靠着这个草丛走 别人来抓你 基本上是很能够保自己命的 好吧 同时莫琳娜化身只能存在一个 不然持续时间延长了 你能在好几个草丛里面好多个 那就有点变态了 因为他这个恶心程度是比绝绝的炸弹 和伯布鲁陷阱 萨琳娜陷阱更恶心 好 反行反尔萨斯 我们想要拉近发行反尔萨斯 对单体和多个目标之间的伤害差距 首先被动缩短普通状态下吸收幽魂的距离 开启一技能和大招时会扩大吸收幽魂的距离 就是现在 开启一技能和大招他不是有个圈吗 那在圈内的这个幽魂都会被他吸过来 然后二技能若只命中一个敌王单位 伤害会比之前更高 降低了幽魂能量 那个裂变的伤害 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在野外 我只碰到了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我弹不了 我对他非常的难受 所以就稍微补了一点的伤害 然后后续的弹生伤害也稍微降低 应该是在弹到 两个人的时候 可能伤害是一样的吧 然后后面会比之前会低一些 大招新增效果 大招作用有方式 反马赛斯会获得额外的幽魂层数 然后修复了幽魂层数 被幽魂状态被击破 实际仍可以移动和普攻的问题 另外这个被动的效益也降低了 因为大招给队友加 那个幽魂状态也可以获得幽魂层数了 所以如果还保持原来那个状态的话 就基本上你打一波团 被动就满了 又能秒活 每一波死亡都是秒活 所以现在有一条没有写在公告里的事 他的幽魂层数 上限从18层变到了 25层变到了40层 然后每层降低3%复活时间 就是你要现在跌到30层 才能够享受90%的复活时间 翻机反动刹大 继续削弱依然有些强势 首先是被动 小削这个不重要 二技能去逐秘冲前的减速效果 大招冷却时间60到50提到全等级60 然后魂之守卫的外生命值也 前期不变后期砍了500到1000点 然后魂之守卫的魔法防御从500到100降到0 这个是一个上版本就已经应用的东西 就是法师打凡克刹那的那个叫什么 魂之守卫会更加疼一些 但并不是说他完全零魔抗 他只是额外魔抗 就他依然会继承凡克刹那本体自身的魔抗 这是额外加的 被砍没了 物理防御的话还是比凡克刹那要高50到100的 纽特大招数值增强 然后一同也是增强 我就不念了 帕维特大家看一眼就好 然后零伤害二技能削了 15%到16%左右吧 阿凯 阿凯不应该在无队友帮助情况下 就能轻松的击杀对手 首先是大招cda又增加了5秒 然后是基础伤害 180到540降到了180到420 你别看伤害只降低了这么点 其实降低挺多的 修复了大招伤害比描述高的问题 就是之前的大招伤害 其实并不是180到540 他可能是360到540 所以现在阿凯前期的大招 不能直接把一个大碗学员的人给杀掉了 老虎艾瑞西亚也削了 成长攻击降低3点 然后古尔德 二技能的和大招的cd削弱 诶 这边漏了个秒 31到28秒到4到36秒 嗯 大招期间可以释放战场技能 这个反正可以大闪 还能大什么 众所周知古尔德的大招 是不会被什么眩晕这种控制打断的 但可以被石化鸡飞打断 那如果你想大进化也可以 但硬盘不会有人来大进化 绕你后面就完了 也可以那个大火焰爆弹嘛 别人想冲进来绕你后面的时候 你给他推开 好 其他没什么 还有一些装备战场调整 血人猎杀 格外生命加成功 25穴到20 刀锋护甲 反弹伤害 护甲加成 从25砍到了20 价格也降了50点 然后女武神的庇护 持续时间从5秒 降到30秒 有一波坦克装的削弱 然后之前上个版本改的零宝石 现在回退了 然后这是一部分天赋效果重做 我就不一个个单独念了 大家可以看一眼 改的比较大的 一个是焦点标记 不再是给队友增伤了 现在是标记队以后 队友给目标造成伤害会引爆 造成一个额外伤害 然后是超载时间 超载时间 这个 这版本好像没做完 下个版本才上是吧 改为每次释放大招 会降低其他技能 1.5秒的冷却时间 其他没什么重要的 好 下面也留两个重要的东西 叫做红buff和紫buff 橙buff和紫buff 通过修改开场刷野时间 我们希望适当提升打野英雄 单人刷野的安全性 首次出生时间从25秒 改到了20秒 然后终于核道界也从43秒提到了48秒 这两个改动有两个目的 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有测服的去体验体验 我不知道能是否达到这样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叫做降低被打野 被敌方打野反野的成功率 也就是说现在20秒 肯定是你更能加 更加到自己家野区 对面可能过不来嘛 对吧 再加上因为冰线时间还是跟之前一样 那buff直接集成了你家队友 如果有意识的话 就可以帮你多打两下 然后他再去上线 一个是你自己打野速度也加快了 就减少了这个 打野速度快慢之间 对于反野能力的这个差距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改这个核道界的刷野时间 我20秒出生的红半幅 假设我刷野速度快点呢 15秒把你打完了 我是35秒 对吧 35秒 这个时候核道线48秒 还有13秒的刷野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该干嘛 我不可能去中路蹭线 因为打野蹭中路线的设定改了 我现在一分钱都吃不到 那我还有13秒 难道我敢等着吗 你要么去反野 去反野还可以 或者就自己刷自己家的第二个buff 那就是 想把这个中路的核道线 留给中路吃 但这个 就不好说了 就是 就是不好说了 中路打的可能也是慢 你可能等打野掉不来之后 还是来抢这个中路核道线 但是不会像现在一样 打完第一个buff 两个打野都眼睛血亮的 定了核道线 好然后天赋系统 你看一下吧 主要这些都是为了简化新的天赋系统 因为有大部分很多玩家都反映这个新的天赋系统太复杂了 所以做了一系列的优化 一个是加了引导 然后一个是删了一些属性 就是比如说属性条路从4改了3 但同时提升了单条属性价值 然后刚刚上面也是删除了一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小天赋 而小属性 这边也写了第四条 老灰激消耗的灰激碎片以及魔法之城 被包里的灰激碎片以及魔法之城 会按1比1的比例 返还给各位天赋精华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我们开始再见 我想了想也没啥好展示的 娜娜就是 我展示一下娜娜吧 我怕你们有些人会脑补不出来 射了个什么效果 首先这2技能速度 肯定是比正书认的速度比较快的 然后这里其实是敌方视野看不到的 那他就这样 那如果比如说对面莫斯卡夫射一个大剑过来 你可能这个就消失了 或者比如说在这里放个统计木桩 那就进入敌方视野了 他就会快速消失掉 比如说如果我命中了 他就命中 你看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那个炸的一下是那个新的天赋 那个法律原石 这个不管他 但如果你没有命中他 他就消失了 好吧 但如果你放在 你放在草丛里 就是他的视野外 那他就可以在这边存在30秒 好吧 但是同一时间你只能存在一个 你就只能选择一个草丛放 或者说你要干他的时候 上面那个就没有了 好吧 就是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